不表白其实也能成为情侣 你别不相信 我发现有的兄弟每天都能和女生聊的火热 见面也很开心 就感觉女生对自己有好感 于是乘乘追击去表白 结果要么是被无情拒绝 要么就是同意了 过几天女生又反悔了 如果你不想也发生以上这些情况 请认真看完这期视频 我会告诉你三点指标 判断是否适合表白 如果不适合 我再给大家四点建议 你也可以不表白 确定关系 记得点赞收藏 转发给需要的朋友 表白呢 不是说让你去告诉女生 我要开始追你 而是彼此都心照不宣 默认已经是情侣的事实 只是需要一个表白的仪式罢了 那为什么表白会失败呢 关键原因啊 就是女生当下对你的喜欢程度 它达不到成为情侣的标准 你过早表白呢 就是把决定权交给了女生 是在征求女生的同意 那这就导致了 明明还能聊得火热 慢慢就能在一起 结果到现在一切都功亏一篑 大学生们 下次表白之前呢 你先思考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 你们是否有过暧昧举动 第二个 是否能够敞开心扉聊过天 第三个 你能不能百分百确定 他会跟你在一起 如果以上都没有 那你所认为的好感 就是净花水月一场梦 一旦表白 就是你梦碎的时候 甚至直接被拉黑的情况 我都见过很多 那有的兄弟就要问了 那我不表白 怎么能让他成为我的女朋友呢 第一个 提前建立非朋友的默契 比如说过马路的时候 主动牵起他的手 等过完马路再松开 然后呢 去观察他的反应 是害羞啊 还是反感 那这个场景啊 不一定几千是马路 什么电影院啊 进场也是很黑的时候 或者是走在街上 人挤人的时候都可以 再加上一句 注意安全 效果会更加 第二个 暴露需求换成描述状态 记住 表白永远不是去 说我喜欢你 能不能做我女朋友 这也不会成为 任何一段恋情的开端 真正能让女生感到愉悦的 应该是去表达 她在你心中的重要性 和她在一起 是开心的这种感受 比如 我最近一直升职加薪 感觉你就是个福星 和你在一起挺开心的 确实改变了 我的一些生活态度 你会发现 句句不提喜欢 但句句又表示出了那个意思 这种不确定的朦胧感 恰恰是女生喜欢的 关键是没有暴露需求 那么就算是被女生看破了 我们也不会尴尬 第三 询问看法 换成具体事情 切记啊 不要问 你觉得我怎么样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这种话 因为女生当下 如果对你的感觉和评价 并不理想 问了 你就等于是把自己路走窄了 那如果她回你 我觉得我们还是当朋友吧 她喜欢的男生 特制你一个都没有 所以你不如告诉对方 我想和你一起吃重庆火锅 我想和你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 这种表达方式 即使被拒绝 也不会被动 因为拒绝 也只是拒绝你说的这个事情 而不是你这个人 第四 提前询问情侣之间的问题 比如呢 可以问 我平常会抽烟 上班也许会很忙 不能及时回复消息 你会介意吗 正常情况下 只有男女朋友 才会讨论这些问题 如果你喜欢女生没有回避 还给你提出了建议 那她的潜意识里就已经把你当成男朋友 对你有了更高的标准 你们的关系呢 不就自然而然的跨过了表白这道难关 直接进入到了恋爱关系吗 和喜欢的女生 升级关系 其实一点都不难 只要弄清楚这其中的顺序 是先提前建立女生喜欢 这种朦胧感的情侣关系 再顺势走到一起就好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回呢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先生 让他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亲 问问问 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就添加我的微信 CXX5388 我帮助你 如果微信贴不上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结尾 记得我的最新连续放手哦 拜拜